亲爱的各位爸爸妈妈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周琪 今天为大家分享陪孩子克服拖延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第一,识别慢与拖延 孩子的拖延常常是爸爸妈妈热议和控诉最多的一个话题 可是当我仔细去倾听,会发现在这里头有太多的冤假错案 所以我们有必要来了解慢与拖延的区别 什么是慢呢?它主要体现在速度上 比如说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他此时正对自主进食感兴趣 他不断的要尝试自己拿着勺子摇起碗里的放菜送进嘴里 可是由于他的手腕灵活性还不够强 他的使用工具的能力还不够熟练 他手眼协调的能力还不够精准 所以吃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很慢 可能还会撒得到处都是 可能由于饭菜没有送进嘴里掉到桌子上 他无意识地用手去触碰之后 他想,哇,这个米饭黏黏的,挺好玩的 于是他就在那里玩了一玩 也有可能由于他吃进嘴里之后 他非常有成就感,他拿着勺子在桌子上敲啊敲啊敲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爸爸妈妈发现饭菜已经快凉了 或者我们着急着出门 我们可能就会觉得,你快点吃啊 你吃饭怎么那么慢 怎么磨磨蹭蹭的 怎么还不快点吃呢 又比如一个七岁的孩子 他刚上一年级 他在写字的时候 一笔一画写得非常的认真 可是速度真的很慢 像蜗牛一样 我们爸爸妈妈觉得五分钟可能完成了作业 孩子可能硬是要写上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但这些情况其实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拖延 什么是拖延呢 心理学上的定义 它是一种自我调节失败 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 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行为 说到这里 我们可能发现了 慢与拖延它没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个是在速度上 一个是在态度上 如果我们爸爸妈妈对此没有区分 仅仅因为孩子速度不如我们期待的快 就不断的去干涉 去催促我们的孩子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会破坏孩子 正在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秩序感 渐渐的孩子就对所做的事情 无法提起兴趣 无法专注 也无法去了解一件事情 他的内在逻辑是怎么样子的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甚至还有可能会产生消极抵抗的情绪 由此就很容易把孩子的慢变成拖延 接下来我们了解影响孩子拖延的因素有哪些 第一个因素在于归属权 也就是谁在为事情负责任 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说 当然是孩子的责任了 对呀 是孩子的责任 可是孩子的事情是谁在为之着急呢 我们回想一下从孩子早上起床开始 我们师父在说快点快点快起床了 来不及了 哎我说你快点起床呀 快点穿衣服 快去刷牙 刷牙快一点 吃早饭了 多吃点这个粥 吃点蛋 把蛋剥了吃了 哎你快吃呀 我们来不及了 快大口大口吃 上学不迟到 放学后 好好的安排自己的作业 按时上场睡觉 等等这些事情 都是谁的责任呢 对 是孩子的责任 那么又是谁在为此着急呢 也许孩子也是着急的 但这个过程当中 是我们更着急 还是孩子更着急呢 我们说 谁为此着急 谁为此负责 如果我们比孩子还急 那么我们就替孩子承担了属于他的责任 孩子渐渐的意识不到这是自己的事情 也没有办法自主的去进行安排 更无法在过程当中感受到有什么不妥 也无法去承担这个结果 带来的对自己的影响 而去自觉的去进行调整 更有胜者可能会造成孩子的一种错觉 那就是爸爸妈妈还没催 也许时间还长吧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 我发现一个拖拉磨蹭的孩子背后 往往会有一个性子非常急或者爱催促的爸爸或妈妈 影响孩子拖延的第二个因素 我发现是情绪 听过我们之前穿透育儿中的情绪困扰这堂课的家长 我们都知道情绪它是一种能量 它没有好坏对错之分 却有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的差别 请爸爸妈妈们回观一下 你最近的一次对孩子发火是在什么时候 然后你试着问问自己 第一 孩子需要为我们的焦虑负责吗 我在焦虑什么 我在担心什么 我在害怕什么 在这些焦虑里边 有哪些是属于孩子的 有哪些是源于我自己的 我可以如何去看见这份焦虑 第二 问题是真的问题吗 影响孩子拖延的第三个因素是关系 首先 夫妻关系它是一个家庭的定海神针 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没有把夫妻关系 作为家庭当中第一虚伪的关系 去用心的经营 夫妻关系比较淡漠疏离冷战 又或者比较紧张 争吵不断相互抱怨 那么孩子都有可能会把一部分的精力 消耗到对爸爸妈妈关系的这个关注上 整体的氛围是积极的正向的 家庭成员当中是相互信任 相互包容 相互支持的 彼此能够看见对方 愿意为对方付出的 还是消极的负面的 彼此之间都是相互埋怨 只看到自己没有得到的 不愿意为对方付出的 都影响着孩子如何看待自己 孩子的价值感是否足够的高 他是否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 遇到困难阻碍的时候 他是否内在自我足够的强大 可以去转化负面的能量 可以去突破障碍 还是只能自暴自弃 自怨自疑 现在障碍所带来的负面能量当中 果足不前 好 我们今天陪孩子克服拖延的话题 就聊到这里